大家好,我是杜斌 很高兴又看到了大家好 又跟大家见面 今天是9月28号 先祝天底下 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在9月28呢 我们今天在这边也是一样 为大家服务这样的一个园艺的活动 那呢 现场呢 我们今天有大概40个摊位 有40个摊位 现在真的是人山人海 来 我先大家看一下我们农场里面 好 这是我们实际的志工 来 我们也是一样 今天呢 我们今天有三位老师在里面讲座 现在已经开始的讲座了 你看看 我们的农场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呢 你看看我们有增加了很多很多的设备 你看看我们有增加了这样一个景点 风车 风车 然后呢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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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那这边你看看 我们这些小茄子啊 好可爱的小茄子 到今天校圈的还在长 然后我们这边 一个新的打卡点 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南瓜棚啊 这是雨香南瓜 雨香南瓜 但是这些南瓜呢 经过志工们的这样子打理之后 整个感觉都不一样 我相信在整个南加州也就只有我们有这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南瓜棚 来当景点 那今天南瓜也是有义脉 那有需要的他们都会贴上自己的名字 那活动结束完之后他们就可以来拿 OK 然后来这边 然后我们呢 做了一些水中的植物 这是我们也是增加新的 然后这些小莲花们 加上太阳人的这些小喷泉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可爱 这是火龙果嘛 但是这个 我们今年我们就是因为土壤的关系 我们的火龙果并不是那么的好 那也跟George老师有讨论完之后 我们想说把它稍微再改变一下 然后让它那个土壤更好 我们这边呢 森林科兰土壤占地两万五千这个square feet 我们里面有三百多种 三百多种的种类 包含了蔬菜水果 还有各式各样 还有一些花草 还有一些稀有的植物是这样子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那我们也是很欢迎大家呢 来这边的话有空的呢 各位达人可以过来跟我们 多多指教一下 我们大家互相的交流一下 让我们这边的品种更多元化 更丰富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也非常适合老人家给你小朋友来 那我们每周六呢 都有开放 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 那希望各位我们市区的朋友们 能够来这边走走看看 全家人在这么样的好的天气里面 过来一下享受一下我们这个农场 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氛围 接下来的话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这是蒲瓜花 我们蒲瓜花是白色的 白色的是蒲瓜 白色的是蒲瓜 蒲瓜的话我们的种类非常的 蒲瓜 然后这个是肠豆 大家都知道 非常嫩的肠豆 好 那呢 冬瓜 这就是我们的冬瓜 冬瓜的花卉是黄色的 但我目前还没看到有黄色的 这是我们冬瓜 那我们的冬瓜呢 资工有巧思后也是用一个布袋给他钓着 这样的话呢 他就不会就是给保护他了保护他后 不然冬瓜应该是在地上爬的才对 你看看这个大冬瓜 这么大一个 非常的非常的可爱 冬瓜宝宝 我们就叫冬瓜宝宝 好 那这就是丝瓜 黄色的是丝瓜 黄花是丝瓜 这是我们的丝瓜棚 陆陆续续都还有 陆陆续续都还有 黑金刚丝瓜 黑金刚 这边的话就是这个 这草莓 那这是刚刚康迪送来的这样的一个表扬状 也是感谢我们对社区这样的一个贡献 所以很感恩啊 很感恩大家这样子的护持跟支持 这是书记尼啦 这是书记尼 然后 红薯 红薯叶 我们的 我们的芭蕉长得非常的肥 比一般的芭蕉还大 非常的好吃 很Q的 那芭蕉的话 它一年 一年生 一年生 那 芭蕉的话 这一串 它长完之后的话 那这一颗就要移除了 然后它的孩子们就会从旁边再串起来 所以说这个芭蕉也是 香蕉 我知道它是一年生 那 长了一次之后 它整颗就要移除 然后它的小baby就会从旁边冒出来 这是番茄 这也是刚种而已 来 那我们看看这个泰国柠檬 我相信有些朋友比较知道哈 泰国柠檬 泰国柠檬的话就是 如果你们喜欢吃泰国料理的话 那个冬银公 灌的那个汤里面 它就会用这样的一个元素 酸酸的这个元素来做 这个是非常的香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的本身它的油脂非常的厚 你只要搓一搓你看 它都出油了哈 这就是它的精油 它的精油会防虫 如果你可以 蚊虫会咬的话 你可以把它涂抹在你的手上 这样子涂抹一下 那蚊虫就不会咬您了 它们的用处在这边 然后它的叶子 也可以把它拿来做咖喱 做咖喱的调味 有点类似香茅的这样的一个功用 好香啊 闻到了哈 好 然后呢 这个柿子 今年因为特别的热 所以一开始在柿子在结果的时候 刚好那时候的热让来袭 然后对果子多多少少有点伤害 那但是随着现在天气慢慢凉的话 我们也很期待 过一阵子就可以来收这个柿子 这我们的日本柿 两颗都长得还不错 结果结然满满的 那这是白桑圣 这是那个属于毛毛虫的桑圣 那这是属于春天 春天才会长果的 春天才会长果的 然后呢 那我们在这边种了一些桂花 我想说这个桂花比较 不喜欢太多的太阳 半阴半阳的地方 那桂花在这边长起来之后 到时候整片开起来都会很美的 那这边是我们的一个 呃 meditation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那有时候我们会在这边 呃 来上一些茶道课 天气没那么热的时候的话 在这边 有有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安排 喝喝茶都还挺不错的 好来 那这两棵呢 这就是我 当初有 呃 就是有一间公司 就是说他们 呃 想要捐赠 那大家都知道这种 这种日本盆栽 非常的稀有 然后我就把它带回来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些日本盆栽 看起来有点像 两棵 这样子在welcome的感觉 好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是我们的苹果 这是我们的苹果树 也是刚刚才的结果了 然后我们今年的梨子 第一次结果 这是我们的梨子 这是亚洲梨 这是我们第一次结的梨子 非常的甜 非常甜 它个头不大 但是非常的甜 你看 满满的果 满满的果 亚洲梨子 这一棵是 旧旧老师捐赠的龙眼 龙眼 好 那我们呢 我们就是 把一个旧的小浴缸 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水池 也是环保 然后也养一点这些水生的植物 这样子 那每年秋天的石榴 也是我们农场非常 长得非常多的物种 你看看 这石榴 这石榴 甜到已经 松鼠都已经来吃了 节族仙灯了 看看这么大一棵石榴 我手 比我手还大的 好 这是巴特丽梨 这是巴特丽梨 这边就会是我们整个的瓷器的摊位 那我们这边有我们的志工服务站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人来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 然后呢 那这边呢 是我们的蔬果义卖 蔬果义卖 哇 今天蔬果义卖生意很好 已经卖的所剩不多了 所剩不多了 你看看 这都是我们的蔬果 有人捐赠蔬果 我们今天把它义卖 那义卖的费用我们都拿来做食材 这也是人家捐赠的这个沙滩鱼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 这些收入我们都拿来做食材 这边就是我们的教育基金会的摊位 我们教育基金会这边的话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推广 一个文教单位推广 那是我们的 我们的文宣都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的同仁 好 那这是我们进师的产品 这是我们慈祭进师的产品 然后来这边 来 好了吗 有没有人讲解一下 讲解一下 这一摊是什么 我们这摊的话 就是我们的衣服 是义卖的 环保旧衣服 环保旧衣服 我们美国总会有个西服屋 那这些都是环保的旧衣服 也算是八九层新的衣服 把它整理在之后 然后这些也都是人家捐赠的 我们拿来义卖这样子 也很开心 我们有这个消防队的单位 他也来 每一次来的话呢 都是吸引很多小朋友 很多小朋友 他们来 来一看就近 说 How are you sir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你看看 他们都对这个消防车非常有兴趣 然后他们来介绍一下 那每一次他们都会来 好来 那我们这边呢 是我们的迎宾奉茶区 那我们有我们的 实际的花道的师姐 跟茶道的师姐在这边 那他们呢 都会来跟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 来擦这些可爱的小盆栽 那是我们的花艺老师 远林花艺老师 那你看他那些手上那些瓷器 都是他自己烧的 来我们拿一个瓷器看一下 都是他自己烧制的哦 好来 拿一两个就好 小心 来 都是我们 你看看 非常的漂亮 他自己烧制的 好谢谢感恩 这就是我们 我们职系的茶道老师 他在这边会泡一个好茶 然后教大家怎么样来评这个 那我们每年呢 每年的九月份跟 每年的三月份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 绿珠式环保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 圆艺的市集 那呢 我们每次都是有不同的商家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朋友们来参加 那在这边呢 我很欢迎大家 每一次呢 只要你看到我们的视频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的 非常的集合所有男家的园艺的老师们之外呢 还有我们实际的这些工单位服务 单位来为整个社区的服务 那我们在这边还是感谢大家了 那等你哦 下一次的话就是我们明年的三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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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